好 接下来关于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了 目前在台北市的室外集醒 像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状况蛮糟糕的 主要是因为在今天冷空气难下了 包含了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的民众都会受到影响 因此呢 温度会有感的下降 如果在今天要出门上班上课的话 还是记得要多穿一点 多做好保暖工作了 卫星云图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在今天呢 其实主要是受到这个东北季风 还有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因此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整天都是偏冷的 其他地方早晚的温度也不高 好 清晨时分呢 中部以北地区还有东北部的低温 大约只有这个14 15度左右 其他地方的低温16到18度 在白天的时候 北台湾地区气温回升不多 好 高温只会回温到16 17度 至于中部及台南还有花东地区的高温20到23度 只有在今天呢 高平地区的高温会来到25 26度左右 另外在降雨的部分呢 好 在今天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这个东半部地区 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震雨 其他地区呢 则是多云道晴的天气形态 另外一个部分要提醒大家多加留意的 就是今天东北季风偏强 因此在西半部的沿海空旷地带 还有就是在外岛地区都很容易出现强震风 同时呢 在海面上也会有长浪发生的可能性 这个部分要提醒大家 如果要从事海边活动 还有海上作业的话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好 另外呢 就是如果你骑车经过一些风比较大的地方 也要特别小心会有侧风发生的可能性 行车用路呢 要特别小心瞬间的强风 如果呢 你这个有一些悬挂物品的话 也要请你加强固定了 好 未来这几天天气状况到底是如何呢 气象局特别告诉大家 冬天的衣服先不要收起来 因为在今天 在本周呢 前半周会先冷一波 周五之后温度还会再下降 我们来看到周一 周二到周三 天气状况都不是很好 主要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因此呢 这个冷空气影响之下 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的温度都会有感下降 好 从这个周三白天跟这个周四的时候 温度开始会慢慢的回稳 但是很快的从周五 周六 周日 马上要迎接的是228连续假期 到时候呢 又有一波冷空气要南下了 您可以看到这个红色曲线图的部分呢 代表就是北部地区 好 北部地区的温度又会有感下降 当然天气变化是蛮大的 有时候有一点冷 有时候天气状况又还蛮好的 特别提醒呢 如果你本身是具有三高疾病 又还有包含了这个心血管疾病的网友 另外就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者 家里头有小婴儿的这个观众朋友 都要多加留意自身的身体状况了 最后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小叮咛 当然保暖工作还是要做好 另外呢 就是沿海空旷处会出现强风的状况 同时还要特别提醒在今天 空气品质的情形不是太好 包含了中部还有云嘉南地区 都来到了橘色提醒等级 好 有些地区局部会来到红色警戒 另外呢 就是在高平地区 今天一整天都是红色警戒 所有网友 务必务必都要多留意了 以上呢 就是这一节气象资讯 提供给大家 系统里面呢 全天候 现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呢 是维酸性电解磁氤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呢 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 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机呢 这是上我们的快点Go